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00年至今全球最伟大的十部电影当中 台湾导演李安指导的《卧虎藏龙》是唯一入榜的华语电影 它融合了东方武术美学和西方的戏剧张力 由台湾导演李安指导的电影《卧虎藏龙》 刚刚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 全球从2000年至今最伟大的十部电影第四名 这是唯一一部入榜的华语电影 排在前面的分别是《机器人瓦丽》《魔戒三部曲》和《阿凡达》 由周润发 杨子琼 张子怡等联合出演的电影《卧虎藏龙》 是2000年一部传奇性的武侠剧作 获得了第73届奥斯卡十项提名 并最终捧得《最佳外语片》等四个大奖 我只是希望说现在大家对国片的胃口打开了 我们后面的事情更重要 要创造出比《卧虎藏龙》更好的电影 要满足大家 不管是中方观众西方观众的这种电影胃口 他没有一般武侠片那种笑傲江湖的豪气 取而代之的是寻找江湖内涵的深沉思考 就连打包动作都充满了意境之美 当年《卧虎藏龙》让李安圆了江湖梦 也在世界影台掀起了一阵中国古典武侠的巨风 如今更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最伟大的电影之一 让李安的电影之路迈向了另一个高峰 请假若鱼 为什么《时代》杂志会把《卧虎藏龙》列入这十大经典片呢 而且这里面是不是也有人说 它是中国功夫片武侠片最近几年拍的最好的 它其实是一个我们中国武侠类型电影的一个登峰造极的一个极致 也是一个世代转换的一个新的一个里程碑 这一部《卧虎藏龙》已经是全世界的观众 全球的观众都了解到中国的武侠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集合的是两岸三地最优秀的专业人才跟明星 这个专业人才就包括了香港专业的这个武术指导袁和平 那这个地方包括了两岸三地的明星 然后包括了大陆很特殊的地理景观 像黄山像安徽像新疆 然后还有一点它融合了美国的特效 所以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组合 然后这个电影呢 它在美国上片的时候是打破一个很大的特例 就是它不看subtitle的电影 要配音不然就要转拍重拍 可是这部电影当初打入到美国的市场是全美的观众 看中国发音看英文字幕 这个很不容易 在外国电影来讲很难会做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部电影在美国创造了一亿两千万美金的票房 全球是两亿美金 也就是这部电影它在艺术跟商业是兼具的 然后它整个的影响力是美国欧洲 甚至全世界 它到现在为止那个记录还没有人破掉 在美国就是外语片最佳票房 依然还是卧虎长龙保持 那为什么这部片单单在西方引起这么大的反响 很多人都提到其实卧虎长龙这一部电影 它最吸引人的部分是武打设计 你看它在竹林对打秘密 那完全呈现了一种刚柔并济的那种武术美学 它是静跟动之间 它会呈现一种中国泼墨山水化的那种夜景 这个东西是过去中国的武侠片里面 你看不到的 我刚刚提到吸引人的地方是武打设计 但是它最精彩是什么 是它的对白 光是李木白 它讲的那种 我被一种极灭的这种悲哀环绕 就可以感觉到那种中年男子的那种惆怅跟寂寞 它完全在这个电影里面展现 再来这个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地方最感人 是它的音乐 大家不要忘记谈顿的音乐 再加上什么 马友友的大提琴 有哪一个武侠片 它这么琢磨于它的这个音乐的设计 为什么 因为马友友的大提琴 它会把那个剧中人里面那种无奈 那种哀愁整个完全铺陈出来 所以我觉得沃虎藏龙 它在艺术上的成就 已经超越过去所有的武侠片 是因为它各个层面它都照顾到了 其实这个沃虎藏龙当年上映的时候 的确很风光 李安他听人家讲说 没拍过武侠片就不算是真正的导演 因此他就下定决心要为自己来圆梦 对 我们看到其实李安这部沃虎藏龙 可以说真正奠定了他国际大导演的地位 但是李安这尽管拍的这个片子 他几乎每拍一部片子 这个获奖都无数 这本这个十年一叫这个电影梦里头 后面大概厚厚的有一打 都是李安获的各种各样的奖 我们也整理一个短片 大家来回顾一下李安的电影成就 享誉世界影坛的大导演李安 1954年出生于台湾的书香门第 父亲是中学的校长 至家传统教子言格 母亲却从小在李安看电影 让她很早就展露电影方面的才华 他自己从二年级他就自己编剧 然后请同学演他就做导演 然而身为校长之子 李安不可避免的和多数人一样 要面临升学的压力 从台南一中毕业后 两度大学联考失利 他考进了异专影剧科 成为他人生转折的起点 可是到他第一次上舞台的时候 他就发觉真的是他的舞台 从此他就很坚定的这样一路走下去 李安大气晚成 37岁方才指导生平的第一部长篇电影 他的作品也并非最多 可是获奖无数 两届奥斯卡金像奖 两届金球奖最佳导演 威尼斯电影节金师奖 以及柏林金雄奖等等 他几乎收览了全球所有最著名的影坛奖项 2010年他的母校台湾艺术大学 还颁售了名誉博士学位给李安 推崇他在国际上的伟大成就 他就是华裔电影人的骄傲 看来这段VCR我安慰了很多 现在很多人也会得到安慰 原来李安这么大的导演 也两次高考试的也考过两次 我也只考过三次而已 但是那个时候李安念的 现在的台一大之前 前身是台艺专 据说他那时候去的时候是 反正先考不上大学 先有一个地方念着 边念再边补习 是不这样子 可能观众朋友不熟悉 就是他现在叫大学 以前叫艺专 那在我们来说 就是没有考上大学 就是专科学校毕业 而且他考了两次没考上 在这里就要提到 影响李安最重要的人 就是他的父亲李生先生 那我们都知道 他的父亲过去是在台南一中当校长 你就可以想象李安的那个心情 他是家里的长子 爸爸是校长 李安小时候书念的不好 他说他小学的时候因为数学考差了 那个时候 跟大家一样都站到门口去 排排站 老师过来是打耳光 李安导演有一个个性是爱哭 就哭了 当场哭了 跑回家哭 回家爸爸是校长啊 你还哭 所以他这辈子就再也不哭了 因为他知道他是校长的儿子 到念台南一中更惨了 他念台南一中 但是校长就是自己的爸爸 他说他常常走在校园里面 远远只要看到校长过来赶快闪 因为你不知道该喊校长还是喊爸爸 而且基本上校长一直认为这个儿子就是不够有成就 是不是 那这样子冲突了很久 刚刚也提到就是两次大学没考校 后来考上了一专 其实老父心里面一直希望说你暂时在这里 呃过一年 但是可以重考 但是 对李安来说到了一专是上了天堂 他就是喜欢嘛 他觉得这就是他要的 回到台南的时候看到爸爸 他一坐下来爸爸一抬眼看到他就说 你什么鬼样子啊 因为上了一专没再看到儿子 你什么鬼样子 李安当场难过了 就椅子一推就进房间 他说这是他这辈子 唯一一次反抗爸爸 就是站起来离开那个饭桌 很多年以后 李安接受龙应台访问 所以他提到这一段 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 李安说 爸爸虽然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压力 可是这个压力有的时候是一种安全感 因为我知道外面兵荒马乱 我只要回到爸爸身边 那就是一个有秩序的生活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 他后来在美国一路不是很顺遂 他拍断背山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拍不下去 遇到瓶颈 他有一段时间回来台湾 然后一方面看父亲 一方面也是跟父亲聊了一下 他就是工作上的瓶颈 这也是父子两首度 针对他的工作在聊 他就跟父亲诉苦 觉得说自己有点走不下去 很奇怪 老父亲原先很不希望他从事电影工作 对不对 父亲就跟他讲说 儿子坚持走下去 这一定要拍完的 断背山这样的题材 老爸爸老校长鼓励他 你就是要走下去 好 李安回到美国继续拍 两个礼拜以后 很不幸 因为爸爸往生了 所以其实断背山这个作品 对李安来说 他也有很多很多父亲的期望 所以我想问一下麦麦 他从小跟父亲的这种关系 跟这种成长有一点冲突 然后又有妥协 然后又有自己的抗争 又有自己的坚持 所以这样的成长环境 是不是他后面拍电影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李安你看他的三部曲 推手 喜宴 饮食男女 就是父亲三部曲 这里面重新塑造了一个中国父亲的形象 在荧幕上面 那这个父亲的形象 其实就是李安对自己的父亲的一个影像的投射 那这个也是代表他对父亲的精神 父亲的期许的一个转线在荧幕上面 我们看到李安姐还特别准备了一张 这个李安跟父亲的这个合照 其实我觉得他很多这种气质 那种文人气质 就是很多继承父亲的那种感觉 刚才我们就提到说 其实异尊对于李安走向电影之路 是非常重要的 在这个十年一教电影幕里头 有这样一段说 他说因为在异专他才第一次上到舞台 所以一上舞台我就强烈的感受到 这辈子就是舞台 可见异专在他的心目中有多么的重要 我们也叫出台记者去他的母校拍了一段 我所在的地方是台湾艺术大学 他的前身之一就是台湾艺术专科学校 这里走出了不少台湾著名的导演 其中就有国际级的大导演李安 1973年李安带着自己的电影梦 一无反顾的来到了这里 考进了当时的异专影剧科 从此找到了他人生中真正的乐趣 他这个要向导演不是以前了 高中的时候他就是向导演 他好像是天生的是这样的一个表演人才 所以我想他后来从事电影导演工作 我想是跟他的那个内心的那种热情跟执着是有关系的 1978年李安从台湾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后 前往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留学 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拿到了戏剧学士学位 出于对电影的向往 毕业后李安又前往以电影学院著名的纽约大学 继续学习电影制作 1984年在拿到电影硕士学位后 李安原本是准备回台湾发展 就在他的行李运到港口的前一个晚上 他的毕业作品获得了纽约大学生电影节金奖 以及最佳导演奖 这件事情促使他留在了美国发展 然而后期的事情却没有预想中的那么顺利 李安的留学之路开始的一帆风顺 不仅成绩优异 还在这里完成了终身大事 但是留在美国之后 没想到李安却陷入了毕业等于失业的窘境 而且这段时间长达六年之久 在这六年的时间里 李安失业在家当起了家庭主夫 主要靠从事药物研究员的妻子在外工作 养家糊口 但他并没有放弃研究电影 在家人的鼓励之下 李安度过了这段人生中最黑暗的时期 1990年 他编写的剧本获得了台湾新闻部门评选的最佳优良剧本 也让他有了第一次指导影片的机会 回到台湾发展 李安的电影生涯终于有了起色 可是李安一个大男人 他从纽约大学毕业之后 有六七年的时间是找不到任何跟电影相关的工作 等于是一毕业就失业 在家里当起了家庭主妇 请教麦麦 他的生活费是靠太太林慧家一肩扛起的 应该说这个太太也是李安的贵人吧 对 其实李安他的成功家人真的是对他有很大的影响 跟很大的支柱 除了刚才李伯伯他的父亲之外 他的妻子林慧家 那真的是他生命中非常重要 尤其他完成电影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 其实李安当时最早在NYU之前 是在伊利诺州大学念戏剧 然后他跟他老婆是在跑到芝加哥 帮当时中华青棒青少棒队加油的时候认识的 认识之后他们两个决定结婚 其实李安当时后来在NYU继续念电影 他拿过NYU的学生影展最佳导演跟影片 一个叫分界点 所以那个时候他很快被美国的经纪公司签下了 李安当时以为他可以马上走入电影的世界 可却不然因为在美国经纪公司里面 一直写剧本等了六年 那他的老婆林慧家全部看在眼里 林慧家当时他有讲 他说其实李安不拍电影就像一个死人 我不希望我的丈夫是一个死人 所以他们也觉得说李安是一个没有电影就活不下去的人 我必须讲就是说我觉得林慧家这样的一个女性 非常非常令人钦佩 为什么 因为李安就是一个典型的小男人 那个完全在家里就是洗衣做饭啊 或者种花除草 在家里把孩子带得非常非常好 你可以想象吗 林慧家是生物博士 两次生孩子他都是自己一个人打理的 那后来刚刚也其实 瑞宇也提到 李安有一段时间困顿到 没有钱到 你不能一直在家包水饺吧 李安水饺包得非常好 但你不能老是在家煮饭吧 因为其实经济上还是很困顿的 他曾经找过帮人家去看器材的那个工作 他吓死了 因为那个三更半夜啊 你要是有强盗进来 连命都没有了 那去了一次 下次不敢去了 后来有一次 他又偷偷瞒着他太太学电脑 林慧家发现之后就说 你干嘛 我想去做一些其他的工作 比如说电脑工程师啦 或者电脑公司工作 林慧家跟他讲说 你就只能拍电影 你别做这些事情浪费了 你就拍电影就好 我们等剧本 没关系的 所以这样一路走来 其实这个女生非常了不起 我觉得李安还说一句经典理念 非常好 我的太太呢 她就是卧虎藏龙里面 除了闭眼狐狸之外的女性 所有的角色都在她身上 卧虎藏龙里面 就这三个角色嘛 一个闭眼狐狸 一个余秀莲 一个就是玉娇龙了 所以林慧家就是兼具了 余秀莲 加上玉娇龙 有那个余秀莲的温柔婉悦 又有玉娇龙的蛮憨跟娇态 所以这个女人 真的是在李安的心目中 就是非常完美的女人 我们进步来看看 她们夫妻之前的感情好了 讲李安 她是比较腼腆 比较内敛 对年轻女孩子 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种 但是她对她的太太 是主动追求的 对 李安在这本书上 她讲说 她回忆起来 学校好多女同学 好喜欢找她谈心事 可是仅止于谈心事 一直到这个在国外念书的时候 碰到了林慧家 两个都是留学生 然后开始 这个李安就开始打电话 给她约她这样 那其实把林慧家 娶进来之后 我真的觉得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真的有一个伟大的女人 大家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是林慧家 我的先生念到这样子大学毕业 念到博士这样 然后六年的时间在家煮饭 我要的是一个会赚钱的老公 而不是只要在家煮饭的老公 可是林慧家接受 他们中间曾经有一次婚姻危机 就是那时候林慧家就觉得 我再也受不了了 因为李安那时候 除了在家写剧本 看影碟之外 做菜之外 就没事干 林慧家就问自己说 我还要这段婚姻吗 我可会不要了 她就打电话回台湾 给她的妈妈 她妈妈讲说 哎呀算了 还是在一起嘛 那个时候就又维持住了 那他们结婚之后 因为说真的 李安很可爱 林慧家讲说 对不起 我老公生下的时候 大概有点滞胀 有点问题 因为他生下的时候 期待绕脖子绕两圈 我老公这辈子只会两件事情 一件事情就做菜 第二个事情就是电影 其他人跟丈母娘 还说要出钱给他开餐厅 他那边就觉得比较好 对 曾经这样 我老公只会这样 可是呢 李安呢 对太太 真的是 我们的忠心耿耿 那那时候 他拿了奥斯卡 已经得了奖了 回到美国之后 那他们估计俩 一起去超市买菜 那粉丝看到 讲说 哇 李太太 你好棒哦 哇 你竟然 你老公会陪你的 超市买菜 太太讲说 等一下 错错错 是应该是讲 我陪我老公去买菜 才对 因为是他做饭 做菜 对 而且通常都是 他煮内 那段时间 那所以 这一路下来 真的是因为 有这个好太太 支持他 李安才能一路走到今天 所以这个 李丽姐刚才讲这一段 我们要再总结 另外一句名言 就是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除了要有位伟大的太太 还有位伟大的丈母娘 李安宅在家 这六年了 练就了一手的好厨艺 丈母娘还开玩笑说 哎呀 你这么好的厨艺 不然我投资你 开个餐馆 但是这六年里头 李安也并不完全是在做居家小男人的生活 那么他后来到底又是怎么熬到云开雾散的 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清零 今天我们聊的主题是大导演李安 李安大学毕业之后 曾经又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找到工作 那一段时间有多么辛苦 李安自己在书中写说 如果有日本丈夫的气节的话 我早该切腹自杀了 到现在他都很不想回忆起那一段的时光 但是那一段时间他并没有去荒废 他做了很多的研究 终于等到云开见日的时候 1990年 由李安创作的第一部剧情长篇《推手》 这也是他第一次跟演员狼熊的合作 电影描述了一位太极高手的家庭隔阂 在东西文化的差异中呈现了幽默感叹的亲情 李安有他的创作理念 但也重视商业包装 《推手》上映后 创下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 更一举夺得了金马奖 最佳导演等八个奖项的提名 为李安带来了更多的机会 他的第二部作品《喜宴》 不仅拿下了柏林影展的金雄奖 甚至当年在全台创下破译的票房 叫好又叫做 电影的背景是华裔美国人的故事 从坚持传宗接代 到默认儿子的特殊性取向 狼熊再度诠释了内容外纲的中国式爸爸 角色性格也产生了转变 李安在金马奖上的风光 也开始在世界影坛展露头角 1994年李安推出的《饮食男女》 再度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他描写了一个家庭的传统价值观 与现代都市之间互相矛盾 戏剧的冲突点往往放在餐桌 这个家人最常碰面的地方 这个电影的题材多半取之家庭 社会变化 然后我的风格大概就是 比较喜闹的这种讽刺剧 社会讽刺剧 加上通俗的家庭感情戏 推手喜宴饮食男女 因为深刻描写了中国父亲的传统形象 所以也被称为李安的《家庭三部曲》 推手这部电影可以说是真的把李安真正推向 一个真正导演位置的一部电影 那时候他的第一部电影 那个时候台湾电影环境是怎么样的 他获得一个四十万元的奖 那个是对他意味着什么 刚讲李安的这一生的贵人 除了父亲妻子之外 第三个重要的人就是徐立功先生 当时钟颖的制片部经理 其实李安在之前我们刚讲 他六年写剧本了 有帝过钟颖的剧本 一直到徐立功先生作为制片部经理的时候 因为新闻局有甄选第一届优良剧本 当时首奖就是推手四十万 第二名喜宴二十万 等于说剧本奖的前两名都被他囊括了 那当时徐立功就发觉 这是一个很棒的人才 阎揽他要拍片 然后当时就用1350万的成本 让李安放手去在纽约拍 当时他讲说其实拍完了以后 他其实很惶恐 因为当时不知道徐立功对他的成品 到底满不满意 在那个小时的毛片 徐立功盯着看毛片 李安就盯着徐立功看 就怕他深怕他会不喜欢 结果看完三十小的毛片之后 徐立功大叫好 当然要剪片 可是徐立功说好 李安放下了心中石头 你知道当时推手报名金马奖的时候 那个金马奖那年的盛况 大概是再也没有过了 那年四大导演去夺所有大奖 哪四大导演 杨德昌的孤领街 孤领街杀人事件 关锦鹏的阮林玉 王家卫的阿飞正传 李安的推手 哇都是重量值的 这四个里面 其实李安是轻量的 因为李安是刚第一部电影的 其他三个已经是大导演了 可是李安当了推手 就让所有的评审 为之眼睛一亮 因为非常的有 台湾电影很久没有的人文色彩 而且发生在美国的一个 中西文化冲突 所以当时评审当时 相持不下 最后推手拿到一个评审 特别奖 就奠定了李安这个在台湾影坛 或华影坛的地位 但我据说他拍推手 第一部电影是没有赚到钱 反而是把家里的所有的家具 结婚用的家具 都拿去做道具 而且还弄坏了很多 喜燕也是啊 喜燕当时在纽约拍的时候 所有像冯光远啊 这些他的同学 摄影师 也都下去啊 包括推手里面一个角色 一个小朋友 他就已经让他的儿子来演了 那徐利坤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要让你小孩来演 那李安就说省钱 而且他跟他小孩讲说 你不演爸爸就要被老板开除了 那个小孩才去演 所以他们家其实一开始 是一直一直这样子的 可是徐利坤还讲过一个故事 他们后来到香港 宣传电影的时候 李安曾经为了 要不要买一件 一百块港币的T恤 在弥敦道上面 徘徊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 包括他后来喜燕在柏林 得了金雄奖的时候 新闻局请他们吃鱼翅 李安看到了鱼翅 就到厕所去大哭 徐利坤问他为什么 他就说他其实这辈子 没有看过这个东西的 有时候其实之前 他的生活这么的结局 一直到拍推手喜宴 才慢慢慢慢的 跟所谓的收入票房 跟所谓的金钱 才慢慢才才结合 听说他去新闻局 领优良剧本奖的时候 还要跟弟弟李刚借 李刚结婚穿的西装 才能去领奖 他不但没有西装 其实他拍片的时候 我们刚刚提到 推手就把所有家具都拿去了 然后需要一个小演员 那就我儿子去了 我们刚才提到一个 饮食男女的那个场景 刚其实慢慢提到 就是说李安电影的成功 是在于他很生活化 那饮食男女主要的场景 他大部分都在一栋宅子里 你要重新去搭建 这样一个宅子 要花多少钱 没有办法的 所以李安就到处求 那个时候的 中影的那个 那个总经理啊 就去到处看说 有没有这样一个房子 结果找到哪里呢 就是当时台北市长的官邸 市长官邸 市长要住的 当时台北市长是学学的 他说没问题我借 所以这半年时间 他们搬出来让你进去拍 拍的期间 这所有的费用都免费 所以他连这个拍摄的场景 演员 道具 他全部省下来 所以领奖的西装 拜托一下弟弟帮个忙 这也是应该的 他是一路一路 拼手之足 这样子拍成这个电影的 就说这个李安 因为拍了推手之后 说我以后再也不 太辛苦了 拍演员了 但我们看到这个李安拍的 这个父亲三不绝好 是家庭三不绝好 是奠定了在华语大导演的地位 但他那时候已经一只脚跨进了好莱坞 因为影师男女就已经获得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是 就我想问一下麦麦 他是怎么会那么迅速几部片 一方面有市场 另外一方面又受到这种大奖的认可 那李安刚拍的电影 我刚讲了 他其实非常贴近生活 非常贴近家庭 那但是李安的东西 其实非常的有我们中国的一种儒家的思想在里面 我们刚讲父亲的形象 还有包括我们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观念 尤其他碰到的一个是东西方的一个冲击 这个元素加到电影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视野 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那大家那个时候有很多影片 他就担心说 李安是不是这个风格就定型了 这个用东方人的思维 拍东方的一些人文色彩 东方家庭伦理一些电影 但并不是 李安后来拍西片 也一样非常的成功 1995年 李安的《理智与情感》这部电影 用这种东方特有的开机仪式 让西方工作人员大开眼界 也意味着李安导演 开始跨越国界和语言 走上国际 华人导演加上英国演员和美国制片 这样奇特的组合 在好莱坞电影史上也是少见 也让这部改编自19世纪英国古典小说的电影 获得了金球奖最佳电影奖 并且入围奥斯卡七项大奖 接下来 李安又指导了《冰封暴》和《与魔鬼共起》两部西片 然而李安的导演形象 却没能让电影成为话题焦点 也因此在2002年 我们看见了绿巨人浩克里 更用力证明自己的李安 然而这部大片一样没有获得理想成绩 李安曾一度萌生不再拍片的念头 父亲的遗言却成为他导演生涯中的重大转折 你没有别的选择 你只有顶起钢盔继续往前冲 就是这句带着钢盔往前冲 让李安拍出了家贫如潮的段贝山 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 看过段贝山的人都敬佩李安 用对话 镜头 音乐和气氛 探索了同性恋情在和谐外表下不安的那层 这部同志电影让李安成功拿下了 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奖 这也是亚洲第一位导演获此殊荣 经过了段贝山的成功 李安电影的主题又回到了中国 她的电影《色界》再次震撼华人世界 这次李安将张爱玲的小说具体化成写实的人物 将人性中的情欲压抑与挣扎完全地表露出来 李安这位儒雅而又充满智慧的导演 下一部她的作品又会带给大家哪些惊喜 值得拭目以待 李安可以让华语电影打入美国市场 打入国际 她的贡献很大 有人说她更厉害的是 她是有史以来把东方跟西方文化融合在一起 最成功的一个导演 其实我们都讲说李安 我们东方对她的形容都是温文儒雅 然后有教育有家教 可是你知道西方人 当她看过了《理性与感性》 看了《冰封报》 看了《与魔鬼共旗》这些电影之后 他们给李安的外号是一个变色龙 或者是面具之王 他认为这个小子很厉害 你不知道脑子在想什么 这就是李安为什么在外国 在西方世界有十年是巅峰的状态 刚讲李安其实她一直是一个很好学 电影是她的一个生活 她的人生是一个梦 她在电影世界里面玩 每一次一部电影 她玩到了很多 学到了很多记忆 推手的时候她学太极拳 喜宴她学针灸 然后尹斯兰尼学做菜 到了李幸宇感性 她学英国古典文学 跟外国人幽默 可是到了《冰封报》 她就在学 怎么在做冰花的特效的技术 她自己每一次拍电影 都把她自己重新学入到 一个新的记忆在学习 又博得了西方电影的大为赞叹 认为说 你一个台湾小子太厉害了 你怎么会一直一直的挑战 我们外国人 很多人都不敢碰的题材 英国古典文学 南北战争 还有一直下来 包括后来的《绿学人》浩克 所以这次我觉得是李安 一个外国导演 被好莱坞延览之后 可以十年十五年的光景 是处于巅峰状态的 这在《世界影坛》 也是一个记录 也是一个奇迹 请教玲玲姐 李安很喜欢用新人 像《色戒》里面 她就用了汤维 但是李安很厉害的是 她把新人跟大牌之间 两边的统合协调能力 做得很好 对 因为当初 《色戒》这个角色 在定位的时候 加之在李安的眼里 是一个色意双全的 一个时髦小姐 其实在康伟之前 李安曾经到台湾来 选过这个角色 而且大S那时候 还有去interview过 但是因为里面有 大家知道 有个回闻珍视的床戏 所以很多女生 虽然有意愿 可是不敢尝试 李安就大家讲了 她其实喜欢新面孔 不喜欢太油条式的 这种演出方式 所以她那时候 在中央戏剧学院的时候 找了一堆的女学生 来试镜 汤伟就是其中一个 其实那时候 汤伟已经是职业模特了 而且李安讲说 汤伟一看 哇 就是她了 因为汤伟这个 她觉得气质 外貌都很像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因为在这个原著里面 张爱玲有写说 王家之 足足比义 先生高了半个头 穿了高跟鞋之后 所以大家看一下 这照片 对那李安一看说 哇汤伟身高 有1米7 对那梁朝伟 号称171 那穿了高跟鞋之后 真的是比梁朝伟高半个头 这也就是她选择 汤伟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看完了汤伟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演员 张子怡 请教圣妹 张子怡可以说 她是拍卧虎藏龙 才成为国际巨星的 那当时李安 是看上她哪一点 我觉得李安 她还有一个 很厉害的特质是 她能够激发这个演员 发挥她最大的能量 而且她能够看到别人 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当然很多人都在问 就是说李安 为什么选择张子怡 尤其是郁交龙 这样一个角色 那我们知道 一开始当然是张艺谋导演 推荐了张子怡 来演郁交龙 这个角色 但是推荐归推荐 根据张子怡的形容 那个时候 在选定郁交龙的时候 张子怡其实心里是很忐忑不安的 为什么 因为她每天都看到导演 在试心的人 就是她一方面呢 在学骑马 学打拳 学写字 但是李导演 她还是在安排 其他的角色来试境 所以对张子怡来说 她有非常大的压力 而且我刚刚提到一件事 她在这么多的时间里面 学什么 学写字 大家记不记得 就是郁交龙 就毛笔一灰 余秀连三个字 这三个字 她练了快半年的时间 好 那这么长的时间 其实李安是在干嘛 其实她在观察你 李安是一个 这个导演很特别 是她不会在片场破口大 我们都知道她脾气很好 可是她在温和当中 会给这个演员 非常非常大的压力 后来正式用了张子怡 在一半张子怡还是哭了 有一些要求她做不到 她哭了 但你过去 可能跟张艺谋合作的时候 你能用这一套 因为李安也承认 张子怡很会撒娇 但是没有用 因为我就是希望 你要做到这样的一个要求 张子怡说 她好怕好怕李安 张子怡说 我看到李安导演 就像老鼠看到猫一样 非常非常的惊恐跟害怕 为什么 她说李导演 最长讲了 对他最长讲了一句话 就是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 他说有一场戏 我演了15遍了 现场所有的人都说 李导演真的不可能再好了 很不错了 李导演只讲了一句话 再来一个 也就是说这个导演 其实你不要看他不说话 他一直在观察你 当他觉得你可以了 那就是可以了 那对张子怡来说 他也从这个导演身上 他学到非常非常多 是 所以李安正是在片场 他说很多演员跟他合作过 说他生活上 像会像一个磁夫一样的关心 可是艺术上很要求 很严格 所以张子怡说 一看到李安导演 笑眯眯的眼神 都是一种无形的压力 那李安导演 说在一个国际大导演 他导的所有的电影 除了一方面是票房的保证 同时也是获奖的保证 但是李安说自己是一个腼腆的人 他挺不喜欢做电影宣传的 但是他自己又说 自己是最会做电影宣传的人 到底是为什么 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们接着聊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我是叶清林 李安导演曾经自己说 他是一个天性就不太爱竞争的人 可是我们现在看到 李安导演是一个影展达人 他几乎每一部作品 不管是去参赛也好 还是宣传也好 都会带着一个演职人员 在各大电影展场出现 我想问理解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因为李安很清楚知道 我今天最好的行销方法 就是参加大大小小 各地各国的影展 这样子我参展之后 我的演员我的影片 包括我自己 都可以行销到海内外去 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他的足集 片集各个大大小小影展 相对也带动了 他在国际之间的知名度 大家都知道说 有一个华人叫李安 电影他的非常好 所以参加电影展 本身就是电影宣传 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李安在这本书里头 有一段话可以非常好的诠释 他自己对于现实生活 跟他电影之间的一个描述 他说我可以处理电影 但是我无法掌握现实 面对现实人生 我经常束手无策 只有用梦境去解脱我的挫败感 这是我为什么一直不断要拍电影 不断去住梦的原因 在2009年之后 李安耗费三年时间 精心准备了全新题材的作品 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电影将采用最新的CG技术 与3D手段 这也是这位国际知名大导演 第一次回到家乡拍摄电影 他为台湾带来了国际化的制作团队 和先进的软硬设备 吸引了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前来探班 再次印证了李安这个多面人导演 变色龙导演 这次接触的是一个全新的3D的题材 对 因为现在很神秘 我们都不晓得这个到底是要拍什么事情 你知道李安从设计之后 没有再有电影的新作了 大家都在期待他下一部作品是什么 其实这个少年派的奇幻漂流 它是个加拿大小说叫Life of Pi 讲一个印度小朋友在海上传难 然后漂流的故事 那李安他就看了这个少年派的这个漂流之后 他觉得几个事情吸引他拍这个电影 第一个他就跟Studio讲他拍3D版 他来学3D的技术 其实Studio就是福斯 福斯跟李安的关系非常好 从Sense Sensibility 他们都是好的合作关系 所以OK 第二个他一直跟大家讲 因为大家一直有讲说 李安你什么时候能够根植台湾 当你从台湾出发的 你怎么能够再把你的这些东西带回台湾来 那李安其实一直期许他要根植台湾 那这是他一直要实现的事情 这又是一个机会了 这个电影是发生在太平洋上面 有很多的海的戏 那台湾是个海岛边边墾丁有沙滩 所以他后来有沙滩的戏在墾丁拍 也可以把片场制度搬到台中 水南机场变成一个大片场 里面搭紧做海的漂流的境 他就把整个好莱坞的技术跟工作人员 这一套模式搬到台湾来了 因为台中市长胡志强跟李安交情非常好 当年新闻局长的时候 就有私交 所以胡志强一直跟李安讲 你什么时候把你的东西带到我们台湾来 尤其台中 所以他就发觉这个少年派的漂流 其他漂流可以实现他很多的一个承诺 包括他可以学习的3D技术 包括他可以把好莱坞带到台湾 所以这个project就让李安能够 第一个实现他很久一个梦想 第二个他也很久没有新的作品了 刚好可以用这个作品来跟大家再见面 所以真的很期待这个李安导演 在3D上会玩出什么新花样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海峡夜行 李安导演自己曾经说 他觉得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 电影显现的是我们未知的部分 而不是已知的部分 有时候他真的很想从电影里头不再出来了 或者从荧幕的另外一端来观赏现实的世界 或者会更加的精彩 其实对我们普通人来说 电影有时候就像是住的一个梦境 因为现场很多生物我们会比较无奈 但是从电影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的放松 但是李安导演是一位 他给我们住的这个梦境 当我们梦醒来的时候 还会有很多思考的一个导演 今天节目就这样 谢谢黄晴 谢谢三位来宾参与我们节目 下一期的海峡夜行 未知的 Hair 最后一期观赏了我们节目是 game